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做現在的一份工 也是我的第一份工 因為我從大學畢業之後加入政府 其實我沒有做過第二份工 由81年開始我加入政府 到現在雖然是在不同的工作崗位 尤其是2007年開始 在工作上 在本質上很不同 因為從一個公務員去做一個問責的官員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但是基本上我又問回自己 其實我工作崗位沒有什麼改變 一 仍然是為政府工作 就是說服務對象都是一個市民 第二 就是你所用的所謂skill set 就是說工作要求你基本上 其實你都要有一個服務的心 你所做的工作去制定政策也好 對人也好 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其實都感恩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我是一個比較安穩的環境裡面去做 神給我的能力在這方面的時候 我就看著自己的能力去做 這個是比較舒服的環境 做環境的工作 我想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講 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就是 神是希望人去管理大地的 而我工作裡面 無論你說我處理空氣的問題 環境保育的問題 氣候變化 我們講的全球暖化 其實都很接近那個信息 就是神是給這個大地我們去管理 但是人在這個人類社會裡面 我們對於大地又做了多少個責任呢 所以其實在這份工作裡面 除了是日常要處理很多政策 法例這樣的問題之外 其實都會問回一個信仰的問題 就是神是想我們怎樣管理大地呢 因為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從這個心去出發的時候 很多環境的問題其實是容易解決很多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處身於這個世界的時候 當天父將這個世界造成給我們的時候 他給我們一個什麼的責任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 環境的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個心連心 或者從不同的人 即使他有不同的看法也好 你都可以將它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這份工作比較獨特的地方 大家對於環境的追求表面上看來很一致 譬如你今天去問任何一個香港的市民 你關不關心環境 人人都關心 你想不想有一個更加綠化的社區 更加清新的空氣 更加好的條件去處理我們的廢物等等 各方面都是一樣的 但是當政策推行的時候 往往在一個多元社會 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面 真的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說即使我們以往你看得到 我們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成功 譬如說交代徵費這樣 現在每一個人走出來的時候 會覺得我引以自豪 我自己自媚救命代 但其實中間的經過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超級市場的意見不同 有些弱勢社群說 你會不會五毛子對你影響很少 對我影響很大 以致到一些譬如爭議性有時較高 譬如我們今天講一個堆填區 或者一個焚化設施放在哪裏 你見到民眾會有很大的反響 你這件事好 不過你不要放在我那裏 所以在從政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起起落落的 有時我們會問 究竟從一個基督徒出發 究竟神給我們的是什麽東西呢 我剛才準備這個會面的時候 打開一本聖經 應該是兩三年前的一張紙 我都不記得是哪個朋友給我 他很有趣的 他裡面引述了一些金句 他引述《馬太福音》那裏說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球餅 反吸打石頭呢 這就是很多人都會從政的人 一定是希望將一個好的東西 帶給市民 但是有時 那樣東西是不是每一個人所怨的東西呢 有人是想要麵包 但是可能有一些政策 他未必覺得是合適的時候 覺得這個是石頭來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這裏很有趣的 他說我們很多人都去祈求一些東西 但是往往天賦給我們的東西 其實是和我們祈求未必是完全一致 當然我們從信仰角度去看 很多時候他比我們多過我們所想所求 但是在那一刻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未必每一個人都會明白的 譬如他們說 譬如我們祈求健康以成就大事 但是有些人會得到一個虛弱的身體 但是反而是我們成就一些美好的事情 他說我們祈求上帝 致於力量使我們成功 但是往往 神可能在我們軟弱的地方 要我們怎樣學習去順復上帝 譬如去年年中的時候 大家記得 當我們在說停車適時 是一個良好的意願 市民大眾都起步的時候都接受的 但是中間譬如有一些職業司機 或者路邊做生意的人 很南緣不設的問題 從司機的立場 他可能覺得 為什麼要影響我的生計 這個是我的辦公室來的 從路邊的人來看 就說我每天在路邊的生活 你的車子在那裡 你裡面有冷氣 你做不懂的事的時候影響我 這類人他們兩個人所祈求的 可能都很不同 但是社會整體 可能都要在這件事裡面 有一個共識再向前面 我記得在譬如停車適時那時候 有些的士司機要求我們去下區 去坐在一些很熱的車裡面去做 他們也有些司機 因為天氣的問題 很大的憂慮 大家是很見拔路障 大家去到一個要講數的階段 我記得有一次 他要我為一個死了的司機去祈禱 那時候三四十度 在一個很浩熱的環境之下 大家去祈禱 當時我自己都反思 神叫我要做一件什麼事 我是堅持一件 我覺得自己信念對的事 為社會好的事 還是我要下來聆聽不同人的意見 在那個祈禱裡面 我開始明白 其實神可能都要告訴我 在一個過程之中 即使那件事是合用 合乎神的心意 但是在一個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有些高高低低 有些未必是我自己 那一刻能夠想通的事 但是最終 如果我們堅信那件事是對的 我們透過溝通 透過和民眾去討論 透過自己的謙卑 其實我們可能得到一件事 是神最終會越納和去造就的 比如在我們這個部門裡面 我們環境局裡面 其中一個部門環保署 是和我們一起的 比如我們有一些的同事 他們自己有團契 他們每個星期會聚會 那來不中他們會找我們 就是坐在一起去祈禱 那很有趣 在那些同事裡面 他們日常所關心的是 他們工作上面 他們信仰上面的東西 但是他們都會不約而同 為做政策的人去祈禱 那這個力量是重要的 因為這個力量 正正就是在我們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有一些 你認識或者你不認識的人 他為你的工作 為最終我們為市民服務的工作 作出一個祈禱 這個是重要的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 那幾年裡面 其實經歷了幾個大的風浪 就是由SARS 金融危機 以至到比如說 去年比如說 菲律賓人質事件 就是香港人的情緒 香港人很多時候面對的事情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有時候有些事 那個所謂的impact很大 那過程之中 我又看到就是說 這幾年裡面 其實神很眷顧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多了很多基督徒 就是會聚在一起 會去大型的祈禱會 我們會在過程之中 看到教會的力量是集結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所謂assurance 而我也都很幸運 我在美國回來之後 我轉了一間教會 在金鐘那裡 有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就是我們幾個月之後 我們會搬到去天馬的總部 正正在我教會的前面 我一次做完一個小小的分享之後 在我自己的教會的窗 看出去 正正就是整個天馬的地盤 我覺得神很恩待我們 去挑選一些教會 去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支持 然後去支援我們的工作 同樣地 我也是因為這樣想 可能神也會希望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工作崗位裡面 不單在工作崗位裡面侍奉 還有可能利用我們現在 所認識的社群 將他的信息 從而去傳讓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來講是一個恩典 因為如果不是這個工作 這個壓力 這個轉變 我未必會這麼深去感受到 神所給我的恩待 這個恩待是 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未必疲累的 但是正正就是說 神交那個工作給你的時候 它不是把你劈在那個地方 讓你自己去面對 它仍然會有一個很大的 backup 有些 backup 可能你每天感受到的 比如我身邊有些同事是Christian 有些可能你不知道 但是到你是軟弱無助 旁忙的時候 你會發覺其實 你不是單打獨鬥的 你是在走一個 在很多人的支持之下 好像聖經裡面所描述 神其實沒有睡覺 神在風浪的時候 其實祂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其實遺忘了 比如家裡很多人是付出很多的 尤其是做一個公眾認識的人 其實所有家人都有很多額外的壓力 因為我選擇去從政 我選擇做一個站在台前的人 但是我的家人未必是同樣的選擇 但是在一個香港這麼小的社會裡面 比如傳媒 其他人的眼光 怎麼都會由你注視到你自己的家人 這個不僅是最親圈子的太太 小朋友 可能你其他的人都會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星期日早上 我剛去探望我媽媽 然後跟她去買菜 之後那些人就會說 原來那個是你的兒子 這類的東西 很多很多這類 所以其實在家人對我們那個支持 其實她付出了很多 她自己未必是 原先是這樣想的 但是她少不遠都要承擔 但是我很幸運 就是在我自己的家裡 還有我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很多 一路一路這十年八載 一路一路都順著 所以那個共同信仰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支援 因為有很多其他人未必會明白 那種壓力 或者那種不必要的所謂attention 但是在同一個信仰之下 很多時候 就算你見面少 但是她很多時候都會 一個電話的時候 都會說我為你祈禱 或者她會在她自己 在討告之中 會記掛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在家庭裏面 就是家庭給我那個支援 作為一個力量的源頭 當然是最大的 譬如有一次我回家 我女兒寫了一張這樣的紙給我 我後面表了她 我女兒其實是不太識字 因為她是一個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但是她都有練字 我回到她的時候 她找了一張 用她的紙寫了一句話給我 她說親愛的爸爸 我支持你 支持環保 我先做好 我想這個是她那個補習老師教她寫 但是她其實中文字不是寫得那麼厲害 但是她寫了一張這樣的文章 這個是2008年3月的時候給我 我表了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每一天 你生活裡面那個力量的源頭 譬如對我女兒來說 很多生活上面的治理 她未必會好 但是你看到她作為一個小朋友 她雖然是在智力上面 能力上面未必那麼高 但是她的信仰和她的信靠 其實不少於我們每一個人 在家裡面你問她 Do you love Jesus Or does Jesus love you 她會很firmly 很有信念地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祝福和保守 還有很多人往往就是 我剛才所說 神在你軟弱的地方 給你最大的支持 很多人比如看到 有時候我和女兒出街的時候 人們會覺得 一個這樣的小朋友 可以有一個很豐盛很開心的生活 往往就是這種豐盛 從世俗眼光很多時候 是一種欠缺 反而在神的恩典裡面 一個豐盛的時候 其實給了你不斷的信心 也都會令到這一份這樣的信心 就是pass forward 給其他人去感受 所以其實工作 只是我們很多時候的一部分 可能對我們現時的工作 工作可能在時間 在壓力上面好像佔據很大 但是始終工作都是 我們生活或者生命的一部分 我們工作很多時候都是為了生活 或者生命的其他 所以一方面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對家庭有很多的規欠 但另一方面你又覺得 其實反過來就是 正正因為有大家這樣付出的時候 你更加會珍惜他們給你的每一件事